今年的4月22号的苹果日报上面 有一个新闻说 全中运报性骚扰 男教练伸神猪手对女学生摸臀 画面中这个男子就是这位教练 那画面中的这一个女学生 应该是国一或是国二的年纪 那这个教练是一个成年人嘛 是我们的公立校园里面的 聘用的一个教练 那这个新闻里面虽然没有讲 是我们基隆的状况 但是我在基隆澄清之后才知道 原来这件事情发生在基隆 请教市长 你觉得刚才这个画面 你觉得看起来OK吗 这个有专业的一个 这个姓平的委员会在做处理 所以我想不适合有个人的一个意见在这边 针对这个事情有召开姓平会 召开姓平会之后 请问这个姓平会的这个处置的状况是什么 调查小组就针对于学生 以及他的监护人家长父母亲进行访谈 那访谈的结果 学生跟家长 并没有认为这个是有性骚扰 或者是让学生不舒服的情形 性骚扰的这个部分就不成立 对我澄清的是这个教练 现在要去任教的新的校园的学校里面的家长 对这个教练要到他们的学校 到他们的校园里面来任教 感到忧心 当事人本身没有觉得不舒服 当事人的家长也没有觉得这个事情 需要再进一步的去做调查 因此这个事情最后就用姓平会的调查结果 就是性骚扰不成立 好 那请问处长 在姓平会这个机制 就决定了这个教练 没有性骚扰以后 请问我们接下来 学校跟我们教育主管机关的 下一步的处置是什么 虽然他性骚扰的这个部分不成立 不过因为也造成 这个负面的报道 媒体负面的报道 所以学校还是以 他这个有损害我们学校的 这个名誉的部分 然后寄一次申戒 那第二 不管是不是我们性骚扰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最后没有成立 然后不过我们还是希望 他上这个性平的课程 如果这个教练已经很懂了 很会了 很知道自己的自律了 他何必要再上这八小时的真能课程